這是真的要再注意一下的 在我們的排班制度上面 如果是輪班或是有連續性或緊急性 它也沒有說你開刀開到一半 就先把病人的肚子打開放半個小時 我再繼續來工作 沒有 因為你是一個有連續性或緊急性 你是可以繼續的 但是它是希望在工作時間內還是要調配出休息的時間來 好 那這個調配休息時間表示 它在工作時間內就不是說 好 那我今天就把休息時間調到提早半小時下班 沒有 它說必須在工作時間內調整 所以在這個修法當中也希望去變更一下這一條 草案裡頭會去修的是這一個 繼續工作4小時 它會產生一個什麼現象 假設我早上工作4小時 中午休30分鐘 下午又工作4小時 那我又要繼續加班 該怎麼辦 直接加班嗎 它就會違反這個原則 所以就使得很多企業去反應 老公也去反應說這一條法令有問題 怎麼我剩下一點點工作 你不讓我先做完 你就偏偏要我在那邊等半個小時 然後才讓我開始算加班 那不是為難我嗎 所以這一條修程草案也會去變更它 因為它在這個 以這種生產線的這種概念在想問題 面對各行各業 真的是有自然難行之處 但是我們說這一個點 在休息時間的點上面 是越來越多人去質疑跟探討的 是因為他說雇主都沒有實際給我休息 尤其像很多以服務顧客為主的 他都沒有實際讓員工能夠完整脫離他的掌握 使得勞工他覺得法令說要休息 而且休息時間不算工作時間 他們的感受就越加強烈 例如他說他一天工作都要13個小時 因為從開始上班到回家離開職場 總共都13個小時以上 為什麼 因為他都把這個休息時間涵蓋進去了 因為他認為我在那邊休個一個小時 你也不可能說我就回家 又去做自己的事啊 還不是都待在那邊 那他就感覺像工作 所以在這個休息時間要怎麼休的議題上面 勞資之間都覺得該休 但是怎麼樣休才是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還有待上去 這個部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而這個假期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有可能有效期限只剩下一個月不到的條文了 因為勞動部長他在上任之前曾經對著這個做發言 就是說如果這個雙方 導致雙方在國定假日仍然沒有共識 那可能還需要進一步去做更多討論跟定義配套的話 他可能會尊重這樣的這個民意 那表示什麼 沒有要應推 應推這一個 沒有應推就表示什麼 又會變回19天 好 那就會產生 叫做現在依照勞工資本法 勞工全年免出勤日數 像今年是116天還是117天 或者就忘記了 好 又要再加7回去 那他全年免出勤日數如果是117天的話 好 加7就124天免出勤了 好 那公務員呢 就是原本勞動基督法多修了勞動節一天 所以如果今年 因為他有論年的問題 所以我忘記是116還是115了 那如果勞工是修117 公務員就是修116 然後現在差距就會變成是有8天的這個差距 就是公務員少 公務機關不要講公務員 公務機關少修8天 跟勞工比起來少修8天這樣 好 在這個情境裡頭 請密切注意這一條的發展跟近況 好 那36條 那36條 剛剛所提到周修二的問題 在昌映要修的是36條 36條 目前規定仍然是 每七日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這個例假日 仍然沒有變成7天內有兩日的休息作為例假 所以才說沒有強制這個全面周修二日 是因為36條並沒有變 但因為公時縮減有可能會周修二日 跟你的工作時間的安排是有關的 那如果是逆假日呢 他是縱使經過勞工同意 一樣不可以出勤的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來想一想 有沒有各行各業都是七天裡面至少修一天 有沒有各行各業都這樣子 沒有啊 請問 岡山醫院 哪一 全面有哪一天休息的嗎 沒有啊 請問你入口的那家7 全面有沒有哪一天 他起燈打烊 沒有 那他們為不違法呢 他講 是誰啊 是勞工每七天有一天的休息作為例假 他並沒有限制 你經營的時候一定要有休息 勞工的休息是可以透過你輪班排班 你就可以把全年度所有的工作 做好規劃安排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如果就算要來全面周修二日入法了 大家會不會遇到衝擊 會 但是有沒有一定叫做自愛難行 不一定 因為他同時間表示的 你可能在人力的配置上需要調整 增加你的排班跟輪班的人力 好 在這個點上面 就是說 不會說永遠不會過 真的有可能在現在的氛圍裡頭 是衝一下有可能就過的 尤其目前立法院的席次跟中央政府 如果政策定調要過 他真的是會過 所以這幾個問題都是會衝擊大家整體的工作時間 請真的要密切保持注意一下 好 那 目前修法的內涵上面 仍然以12天的方式來做介紹 37條所訂的紀念日就是1月1號 2月28、10月10號 37條所做的勞動節是五一勞動節 然後以及 主管機關規定放假之日是 包含春節是農曆初一到初三 兒童節是4月4號 可是如果跟掃墓節是同一天的時候 就提前一天放 可是如果又逢週四又往後一天放 好 這幾個原則大概你隨時看新聞他都會有講 就不一定背起來 但是知道 4月4號在民主掃墓節前一天 是一個國定假日 那民主掃墓節是親民的日子 親民有沒有一定4月5號 沒有 好 端午節是農曆5月5號 中秋是8月15日 還有除夕是12月的末日 這幾個加起來跟前一夜 總共有12天 好 但是 第七 還有一個 其他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 有什麼呢 這裡有兩種的日子 要特別提醒大家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 國定假日12天 事實上後面還要再加兩個字 叫做以上 好 這個以上 它是有可能變動的 例如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以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所定的選舉日 選舉日 選舉日就是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它現在大概會兩年一次 它的頻率 是 目前大概有這個tempo 但是日子有沒有一定哪一天 沒有 所以它會特別指定 好 這個指定 當它指定了 它 它就是應放假之日 這個請大家能夠注意 還有一個日子 是大家更少注意到的 就是 援助民族歲時祭儀 有聽過這一個假期的舉手 不錯 不錯 還有人聽過 好 那有沒有固定哪一天 沒有 沒有固定哪一天 那你怎麼知道要放假 請假的人 請假的人會來講 好 你可以去看 它公佈在 援助民族委員會 好 那每一族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要問祖靈呢 祖靈說 今年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他們就會經過部落長老 然後決議今年度的 例如我阿美族要辦豐年祭 那 阿美族豐年祭是哪一天 它就會由中央 原住民委員會去公告這個日子 好 每一族都有各自的歲時祭儀 所以它 依照它是哪一個 原住民族的身份 它就在那一個歲時祭儀的時候 就是它可以放假一天的日子 好 在這個假期 如果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 接下來挑戰才開始 好 還不是這一頁 我們先把這個順便講完 好 接下來 在這個特別休假 就是我們 依照 老七百三十八條的規定 我繼續在同一個試驗單位 滿一定的期間 我應該還要取得的特別休假 它是跟年之有關 那以上 以下 都包含前面這個數字 所以 滿一年的時候 它就會取得特別休假 好 七天 那滿三年呢 以上以下 含前面的數字 所以滿三年是看這一個 三年以上 就是滿三年了 它就會取得十天 那如果我滿十年的時候呢 會有幾天假 對 滿十年的時候就是以十四加一 好 因為到十年會滿是十四嘛 所以十五年的時候就 十年的時候就已經是十五天 然後假到三十天為止 那如果因為年度終結 或七月終止 規則於雇主的原因 無法修幣的特別休假 應該要 折給工資 那許許多多的人都會搞混的就是 因為它在年度終結的時候 會給這個錢 他們就通通把它 放在這裡頭 那年終獎金 它跟 因休會休特別休假的 折給工資 是兩個不同的性質 年終獎金 目前多數都是以一個 恩惠性給予的方式 但是 因休會休特別休假 它是什麼呢 它是工資 所以最好大家是可以區分一下 當然勞工也明確的知道 它今年度特別休假 如果沒休完 它有拿到 特休的工資 好 那 那 專對 恩惠性的 額外給它年終的 這個部分 請分開來計算 才不會產生 許許多多的增值 而這個增值 通常總在分手之後 因為它就是 年資待得比較久了 然後 要離開的時候 就會跟它說 跟你說 這五年 前五年 我所有的特別休假工資 你都沒有給我 所以 我還有權向你請求 好 那如果它是待很久了 在 在這個時間點 它有三十天特別休假 然後等於 它往回要五年 就等於 可以多要五個月的錢 所以 有責給工資 請確認的告知它 也最好有一些的簽署 避免往後爭議 不要把它跟年終獎金混為一談 好 那剛剛特別說的 那個國慶假日的那個問題 為什麼說現在有許許多多的爭議呢 因為在這一個點上面 常常大家沒有注意 在我們國慶假日 現在大概都已經做了規劃 我們預計什麼時候要看診 預計什麼時候要修正 可能會有一個約定 但是我們在總工時 總的排班裡頭 你有沒有去思考到 可能有一些假期落在週間 但是我因為看診的需要 我需要員工配合初期 或者有一些假期 因為它就落在原本的六日 我不看診的日子 所以我就忽略了它 這些問題都請大家能夠注意一下 國慶假日補假規定這一段 第一個 目前37條鎖定的國慶假 如果遇到下列情形的時候 他應該補休 第一個就是提及立假日 如果我約定星期天是立假的話 而國慶假日它是剛剛看到的 都是1月1號 1月1號有沒有一定都在哪一天 沒有啊 每年會變動 所以你的許多的時間表 會在每年隨著時間 這個變動的過程當中 產生一些些微微的差距 最好都能夠在年初的時候 就先檢視一下 那如果你先行檢視 你要去做一些調整的安排 都會比較容易 就不會遇到了 才產生這個困擾 那第一個要看的是 它有沒有落在你們原本 所約定的立假日 而第二個 如果公時一直持續縮減 那我的正常排班之後 也不是立假日的那一個日子 就叫做休息日 它就是因為30條第一項 鎖定正常工作時間修正 縮減至無庸出勤的時間 這個我們稱為休息日 它不是國定的假日 也不是雙方約定的立假 但是它可能是排完公時之後 剩下來不用排公時的那些日子 叫做休息日 連國定假日如果遇到休息日 法令都強制要補休 那補休的原則有沒有說 一定要在最近一個工作日補休呢 法令沒有強制 因為補休的日子是可以雙方協商的 所以在這個原則如果都底定之後 雙方就可以提早去透過你的排班 透過與勞工的約定 甚至如果真的排不了 雙方都可以事先說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先以給錢的方式 來把國定假日的補休問題解決 好這個只要先行經過協商 相信這個問題也會減少許多 那我們再說 這個對於月薪制人員可能比較容易 但是對於時薪制的人呢 如果你有部分是採月薪制 又有部分是採取時薪制 例如他來Part Time的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 這一些時薪制的人 他通常跟你約定就是 有出勤才幾副工資 沒有出勤沒有幾副工資 那你可不可以說 有啊 蛤 他1月1號來上班 可是他1月2號放假啊 可不可以這樣子說 還不可以 不行 因為 1月2號放假 請問你有沒有給他薪水 通常是不會再給嗎 好那 表示你是沒有給他補休的 如果你又給他補休 會表示 那一天1月2號原本是他的出勤日 所以你呈現出來 一樣會給他1月1號跟1月2號的薪水 那他只工作一天 所以還是一樣兩天的薪水嘛 好 所以你單純的 你就把它想成 不要當時薪制的補休 你就特別去記住 遇到37條所訂的國令假的 如果他有出勤的話 你當日工資就直接用雙倍工資 來做計算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不是說 時薪制人員不能補休 而是說 時薪制你幾乎很難排補休 因為你會自己排得亂七八糟 因為你通常沒有出勤就沒有算工時 你會加工時 特別給他加8小時回去 算錢給他的 就等於是 源頭就用雙倍計算就好了 所以就不用多講 越扯越遠 我們就越看越多 因為你一說 你有排補休 那我們就要看你補休紀錄 我們就要看你什麼什麼 越扯越多就是越看越多 當日要越多 你哪邊會出錯的比率就越高 所以我就說很簡單 你就是加倍工資給人家 什麼事情都沒有 當月解決問題是最小的 好那接下來特別講一個日子 剛剛講已經特別講補休 接下來在補休的問題裡面 又有一個日子特別 就是選舉日 因為選舉日這件問題 它沒有要讓全年度假期再增多的恆意 為什麼 因為它純粹是為了應付我們的民主制度 要保障人民有權去透過選舉來選選與能的機會 所以它重在給員工有去投票的這個保護 而不是重在要多放一天假的這個本詞 我們請大家能夠理解 所以它在這邊才特別去說 這一些補假規定 前面的補假規定 不包含這個選舉日 這個選舉日仍然是照著原本的原則 原本的原則是什麼 就是遇到選舉日遇到你原本的休息日的話 沒有另外要給假 也沒有另外要給薪 但是選舉日如果遇到你原本 原本遇到他要出勤的日子呢 他要給他放假一天 如果真的不能放假 請不要妨礙他投票 那如果因為為了配合你業務上的需要 又不妨礙他投票的這幾個前幾下 你都有顧到了 他來出勤的那些時數就要加倍給他工資 這個部分我們先重整一下 第一個選舉日遇到原本休息日不令給假 就是沒有補假的 也不用另外給薪 就是照著原本休息 他就有引到薪水就好了 因為能夠去選舉是第一目標 第二如果因為你業務上的需要 你需要他配合來上班的 請注意一個原則就是不能妨礙他投票 那如果你可以不妨礙他投票 他也願意配合出來出勤 他的出勤時數就要加倍工資 這幾個原則都吻合之後 他在這個問題才能夠解決 否則很多就說我原本照著排班 選舉日他這個原本就是8點到4點 是投票時間 可是他上小夜啊 他16來上班沒有問題啊 根本沒有卡到選舉啊 但是選舉日是零時到24時 他是一整天的 所以不要因為他是上小夜班 他16來上班上到兩室洞洞 你就覺得他不應該再額外拿到加倍工資 就不要這樣想 因為零時到24時就是這個所謂的選舉日 這一整天都是 那這個部分如果都解決了 我們就特別提到 他是加給該工作時間之工資 而且不妨礙投票 他是指放假一天是指零時到24時 這個部分我們剛剛都已經有提過 而且不妨礙投票 這個OK之後再來有一個又要再提醒的 因為選舉日特別是我們特別提 然後接下來回過頭 假日除了選舉日之外的假日 如果當日出勤未達8小時的工資寄給 怎麼算 如果當日未達8小時 就是直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 就是未達8小時或是8小時之內 都是直接加發一日工資 然後有延長工時的話 再以24條來做計算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是五一老公節 好 那我看診 看 看上午而已 好 那我的國定假日 就是我的假日又沒有調移 五一就是他的國定假日 但是他配合我看診 來了3個半小時 請問那天要給他多少錢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他要給的 如果因為假日要求他出勤 雖然未達8小時還是給8小時的錢 為什麼他會這樣解釋 因為他的這一天假日 因為要配合來出勤 已經無法完整運用 所以就要給他一日工資 加發一日 而不是加發出勤時數 跟選舉日的這個不一樣 選舉日是因為他來配合我加班 我為了不妨讓他投票 所以例如我給他兩個小時 先去投完票 那他今天可能只來上班6小時 我就給他6小時的加倍工資 好 只有選舉日是這樣算喔 其餘的 假日出勤未達8小時 通通都是加給一日工資 超過8小時再用24條來做計算 那時薪制呢 就是當日出勤 每小時就變成240元 好 這幾個原則 如果都能夠領會了 好 我們大概就繼續下去 好 這些部分都已經 大概剛剛有解釋過 那這一個 調移 剛剛是不是就說 如果對部分工資的 我們就不用想調移的事 我們就直接先加倍發展工資就好 可是對月薪制的人呢 他可能還是會有調移的這個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這個排班 剛剛講已經都可以 事先就做好規劃 例如我們雙方可以協商 我們把有一些假期集中一下 然後像這個我們醫師也得 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或者圍繞出國 就是大家很多國際研討會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事先就把我們的看診時間表做一些律定 例如把有一些的休假的日子 做一點彈性調整 跟原本正常該工作的日子 就是Change一下 這個就是所謂的調移的概念 休假日跟其他工作日調移 它產生的結果是什麼呢 好 這些國際假日雖然均勻休假 但是休假日可以經過 勞資雙方協商同意 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 調移之後 原本的休假日就是紀念節日當天 已經變成工作日了 所以當天如果出勤 就會發生工資價被發給的問題 好 那反之原本的那一個工作日 已經變成它的國定假日了 所以它不出勤一樣是可以獲得工資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調移 那如果要用調移的時候 請問它是工作日 我可不可以說直接跟休息日做調移 不行 前面已經說過 我把國定假日遇到休息日的話 它一樣要補休 所以有調的也沒調 好 所以在這個點上面 請注意的一定是工作日 所以一定有部分原約定是工作的日子 它會因而休假 工資照給 就像在放假一樣 好 請大家能夠理解一下 那除此之外 有其他的這個價別的規定 因為有許許多多 我們也不再一一的這個把它記起來 這一個規定叫做勞工請假規則的部分 請大家能夠記住 遇到有病假工商工假等等 或者是婚假、商假、市假 這些我們都能夠理解 這些都是法定的假期 那有一些給薪 以及給假日數的細節的部分 我們就不一一做介紹 那提醒幾個點 第一個 公假裡頭 之前高雄有這個登革熱疫情 為了登革熱防治 就有許多的人 必須配合這個化學防治也好 就是去噴藥 或者是說並沒有篩檢 那目前傳染病防治法 認為這個是具有公益性 所以要給公假 那這個工資就是要照給 至於傳染病防治法的這個 許多的配合 可能都會隨著很多新興疾病 那這個政府可能會隨時有一些的這個作為 也請能夠多加注意 像為了最近的腸病毒問題 人家就在檢討這一個 目前有家庭照顧家人的部分 是不是要表現有心 就開始在做檢討 因為現在都是小家庭 那孩子染了腸病毒在家 那家長又不能直接把他放在家裡 就必須請假 那這些也不是整的錯 那到底要給多少時間 給多少錢 都產生許許多多的這個增值 所以目前都在修法討論過程當中 就是希望把家庭照顧價 改為有心的部分 已經在討論了 已經有委員提案 那幾個跟性品有關的這個假期 我們再整理一下 去年修法還有增加一個產檢價 就是在認診期間給予產檢價5日 是有心的 而這個5日的時間 沒有說一定要全日 它一樣可以半天半天起 如果每次產檢時間都是半天的話 5日是不是就可以10次產檢 那就跟健保給付 產婦的10次產檢是一樣的 那賠產假是針對配偶分免前後15日之內 然後那個雇主可以 應給予5日的賠產假 而這都是有心的 再來產假的部分 前段的這個規定 5個月以上分免是有8週產假 3個月以上流產有4週產假 這兩個期間是在勞動基準法有所謂的給薪規定 就是工資造給 這個所謂的工資造給是指 已經在你這邊在職6個月以上的勞工 他就是應該領全薪 那如果在你這邊在職不到6個月的 他就是工資責辦發給 那我們在這裡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6個月的工資 6個月以上的勞工才能工資造給 以下的話是半薪 那這下面的規定 他是專門訂在性別公平能法的 兩個月到3個月到2個月的流產 給產假7天 兩個月以下的流產給產假5天 這一個工資給付規定 他說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 勞基法當中並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這一段時間如果他要請 性貧法裡面的流產的假期 他是雙方協商的 並沒有所謂的強制給薪 所以他說沒有強制給薪 可是不可以扣全薪影響烤基 那勞基法裡面的呢 他有可能一樣拿到整段證明 他請普通的病假 而這個普通病假 他就有半薪的給薪規定 這個部分是可能會有不同之處 我們稍作提醒 而生理假的部分就是全年有幾天啊 每月一天的話全年等於有12天 但是這12天裡面 如果沒有超過三日的部分 是不病入病假的 那其餘超過的部分是病入病假計算 那不管是病入病假也好 不病入病假也好 他的工資就是減半發給 家庭照顧假 他是指家庭成員有這些情形的時候 可以病入試駕計算 以其為限 那目前要被檢討的就是這一個 好 因為現在小家庭通常支持的系統比較不足 動不動都是這些受僱的父母必須親自照顧 所以在八仙城報期間就有這樣的case 就有這個被檢討 那目前家庭照顧假的這個修法草案已經提案 好 那這個也請注意他的可能變更 在信民法規範的假期都不可以扣全期 一箱考基 那在育英留情的部分呢 因為在育英留的停薪期間 有津貼可侵的緣故啊 越來越多的這個受僱者 他會請育英留停 那這個部分也請大家注意一下 任職滿六個月以上 在每一個子女滿三歲前 他可以申請育英留的停薪 好 那期間是三歲前 每次不得育兩年 如果同時輔育的話 以最小的那個孩子受育育兩年為限 而雇主不能拒絕勞工申請 就是育英留停的部分 雇主是沒有拒絕的權利的 那育英留停薪期間 人力減少怎麼辦 他說你可以特別去簽訂一個定期契約 來補足你因而缺少的人力 那為什麼會那麼多人請 是因為如果這個勞工還有投保就業保險 這兩個字錯了 就業保險 不是就業服務 是就業保險法 這個錯別是忘記更正的 可以申請運留停薪津貼 因為他可以領半年的六成薪 所以許許多多的人趨之落物 那也使得運留停薪津貼 所發放的金額已經大於失業給付 就業保險原來是做失業給付用的 但現在領取運留停薪津貼 已經大於失業給付的金額了 那契約終止 剛剛所說的這麼多特別保護規定 還是會面對要終止的時候 第一個可能是勞工單方意思表示 七月就終止了 例如他要辭職 他跟你意思表示主張了 有沒有領準薄權 他要辭職須票你準 才辭得成 不用 因為這叫勞工單方意思表示 好 所以自行離職 他直接依法預告你 他就沒有過失了 會有過失的 就是原本法令應該提早告知 但是他沒有顧到他的忠誠義務 他就是說走就走 那可能仍然會衍生損害賠償 因為沒有交接可能對你的業務執行 比較有損害 像之前就遇到有一個店 店開了為什麼沒有勞工來開門 因為勞工從那一天起沒有跟他講 就不告而別 好 那他就很氣 所以就扣他的薪資又被我們罰 他就說明明是他害我造成重大損失 他不告而別 他怎麼你又來罰我 就是剛工資權而己付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表示勞工是對的 沒有 因為他所造成 自行離職雖然是有效 他離職真的是有此離職的 但是有沒有因為他離職所有的責任都不用付 沒有 他造成你損害的損害賠償 民事的責任都還是在 但是剛剛講不要直接以扣留工資為手段 好 那被迫辭職的部分就是這個14條 就是雇主有一些違法的情形 使得他必須終止契約 然後18條是因為定期契約屆滿 所以這一條一定要還一下 18條定期契滿是沒有資遣費的 所以這兩個應該要勸舉一下 依導致期契第14條的 終止契約他可以請求資遣費 定期契約屆滿的離職是沒有資遣費的 然後單方終止 就是我因為經營上的緣故 經營不下去了 所以我要終止契約 例如虧損也有僅縮些轉讓 或者康律佔領工作一個月以上等等 或者是業務性執編有減少完工必要 沒有是當工或可供安置等等 這些就是老規法第11條的規定 這個叫做經濟性的解固 而第13條是因為對於特別 職在電話產假期間 仍然遭遇天在世邊突發事件 使我無法輕盈的時候 要特別報備的輕盈 這些都是